再来看到一位这个住在海端的阿美族阿嬷 独自照顾76岁罹患癌症且行动不便的丈夫 虽然辛苦却不曾嫌弃 而这辈子的遗憾就是不曾穿过婚纱 那么在华山基金会以及国际蓝星协会 还有各界的帮助之下 终于在21日披上了白纱举行婚礼 那么县长饶清凌也到场参与 并为他们献上祝福 年过七旬的阿公阿嬷 穿上西装披上婚纱 在小S还有贾勇姐的陪伴下步入红毯 登上婚礼舞台的阿公阿嬷 彼此交换婚戒 并且在大家的见证下说出结婚誓言 刹那间感动全场 我将永远爱你 好看人 我将永远爱你 我将永远爱你 我将对你永远忠实 我现在就想跟你接吻 今天让我们看见 用一甲子时光堆叠出 相依相伴的两人 平凡却回甘的幸福 情意坚实相伴一生 祝福你们两个永远钟爱一生 同心永结 幸福美满 以后要旋转 你不要选他们了好不好 对于县内长者 特别关心的县长姚清琳 也来到了婚礼会场 为这对相互扶持 超过半世纪的新人 献上祝福 同时也感谢华山基金会 以及与会的各界爱心人士 谢谢华山基金会 为我们照顾 1122位老人家 谢谢你们 非常感谢 那今天这个婚礼 阿公阿嬷 你们等到这样的婚礼 令人很感动 那要记得 结婚以后还是要恩爱 穿婚纱以后还是要恩爱 华山基金会 在服务长辈的过程中 得知阿嬷平常要照顾 李亚且行动不变的丈夫 从没穿过婚纱 内心里总有个缺憾 所幸有蓝星协会 以及徐庆强医师 小S以及家永姐等人的协助下 让婚礼顺利的举行 对她们的爱情表示感谢 也一度感动到哽咽 加油 其实我们没有能力帮阿公阿嬷 办这样的一场婚礼 谢谢江永姐 帮送给阿嬷一套这么漂亮的婚礼 谢谢你们协助我们台东县 就是独居失能失智的这些长辈们 常年不断的协助 从阿公阿嬷脸上的笑容 不难看出早已压抑不住的喜悦 希望他们接下来 能够向县长所说的 要恩爱 并且快乐幸福的牵手走过 而在台东这个高龄化的城市 还有许多长辈需要大家的关注 期盼借此 让乡亲们在未来 能够对生活周遭的长者 给予更多的关怀与问候 记转起轮 言评相报道